警员乔中路人趁机将嫌犯压制在地 穿着雨衣的肖信老翁是被害人 他因为误信网路刊登了股市名牌广告 前后投入了137万元 诈骗集团实随之位 告诉他想赎回要再交200万元 老翁终于清醒与警方合作 在雨中逮捕到前来取款的车手 一名肖信老翁因为误信网路上面刊登的股市名牌广告 前后投入新财币137万余元 后续如遇俗出还需要再付200万元左右 造诈骗集团诈骗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征办 顺利逮捕犯险神之以法 南云分局方面也揭露诈骗集团的手法 提醒民众注意 此手法是假冒财经名人 理财投资专家等身份 于各社群媒体上面刊登 传授股市新法等广告 广要学员加入赖群组或者是假投资的APP 群组内有犯嫌假冒投资专家 养生可以代为投资股票 保证获利赚钱 而且汇款入金 先让被害人获利 使其卸下新房 警方已经依诈骑罪嫌 将嫌犯移送市林地检署偵办 警方也提醒 近来诈骗手法推陈初心 使用电子科技设下种种网路陷阱 再透过社交软体投放不实广告 不议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 如果有疑问 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